打BNT 而且12月15号才开打第二剂 但是现在却惊爆 有75名青少年 他们竟然打了AZ或莫德纳 甚至还有人错打两剂高端 专家就炮轰了 打错疫苗到这种程度 实在太夸张 学二到17岁青少年 15号才将开打第二剂BNT 但现在却惊爆 不但有青少年已经打完两剂 甚至疑似打错针 打的不是BNT 摊开接种记录意外发现 有45位青少年 竟然打了两剂AZ 有6个人被打了两剂高端 打一剂莫德纳的有24人 被打两剂莫德纳的也有13人 累计至少75名青少年 打错疫苗 用药安全三毒五对这个是很基本的 这已经不是第一件了 这已经第N件了 然后越来越夸张 75名青少年打错疫苗 指挥中心认为有三种可能 资料Key 错 部分的高端就打到 这个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案例 其他的疫苗也有可能发生 有民众他是在国外打的疫苗 国内补灯 但国外根本没高端 六位被打了两剂高端的青少年 铁定就是打错 当初因为只有BNT 做过青少年安全实验 我国才强行规定青少年 只能打BNT 如今有75人打错针 影响是什么 从医学上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没有影响 如果你打错疫苗 将来这些青少年 万一有发生什么问题 都可能被归罪为 打错疫苗所引起的 你系统就要自动去核对你的 这个年龄 是不是在适合接种的对象里面 这个系统设计就是根本没有设计 就一天到晚乱七八糟 台湾人怎么一天到晚 当白老鼠都带不完 当初16岁少年被误打了高端 只会重心说 因为他看起来太壮 如今爆出75名青少年 打错疫苗 难道要推说 这75人看起来都太苍老 记者吴俊桂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